七零后演技最好的八位男演员 现在的七零后演员已经是老戏骨级别了 有人会觉得张颂文演技最好 也有人觉得张艺演技最好 他们各个演技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也是如今影视剧行业的演技担当 第八位 孙洪蕾 孙洪蕾诠释了很多不同的经典角色 比如征服中狡猾专横的刘华强 亦或是潜服中谨小慎微 深藏不露的于泽成 每一个角色都带着他独特的气场 第七位 段毅宏 段毅宏凭借士兵突击中的元朗 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他在荧幕前塑造了很多硬汉形象 但每个又都独具各自不同的魅力 这些完全归功于他一人千面的精湛演技 第六位 于和伟 于和伟的荧幕形象非常丰富且出彩 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 古装或者现代 他都能将角色演绎的入目三分 他饰演的三国中的刘备稳重又睿智 演技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第五位 晋东 晋东是圈内公认的戏痴 他的演技是从话剧舞台上磨练出来的 出演了众多霸道总裁的角色 影视剧中他用近乎痴狂的执着去 诠释着每一个人物 第四位 黄渤 黄渤是名副其实的影帝水准 他的微表情把握得很精准 主演的影视剧都保持了比较高的水平 很多人都评价他是演什么像什么 出演的众多小人物形象也非常渗入人心 第三位 张艺 张艺用勤奋和努力证明了自己的演技 从开始没机会出场的配角 直到影帝级别的男主角 他的演艺道路是艰辛曲折的励志故事 影视剧中的他总能奉献出一些高光的感人片段 第二位 张颂文 张颂文在狂飙里面奉献了教科书般的演技 精湛的演技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和喜爱 他用一个个细微的肢体动作和脸部为表情 传达着人物内心的情感波动 这就是最真实老戏谷的演技 第一位 陈建斌 他是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演员工作委员会会长 也是影帝级别的实力派演员 他的演技有目共睹 无论是在细微之处 还是在剧情最大的节奏都能精准把控 在三国演义里饰演的曹操被他演绎的深入人心 这些老戏谷级别的七零后男演员 你最喜欢哪一位呢